那昨天跟大家報告就是那個 整體在醫院這一端 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安心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希望能夠全院採檢 那醫院也根據指揮中心的指示 也訂定了一個全院採檢的計畫 那中午剛剛我們請專家小組 來檢視這個採檢的計畫 那專家一次認為就是說 你現在在第一圈裡面所接觸到的全部都是陰性 那恐怕對於這些完全沒有接觸到的 或完完全全都離很遠的 事實上是沒有必要 就是說這468人 其實我們也有在 在複查過這468人相關的 可能有症狀可能是非常密切的 那也做完有77名 其中有77名被認定需要二採 那二採的結果也都是陰性 那也基於在前端第一次 這樣的一個綿密的調查 跟他的結果 那我們再來做全院的擴大採檢 基於說 大家希望 讓 部分同仁 他們也可以更加的安心 或是會大眾有些外面也有一些 期待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更擴大的篩檢 所以對於他的同部門 有可能有短非常短時間的碰面接觸等等的 這樣的不在我們擔心的範圍內 我們還是覺得就再把它做 更擴大範圍的一個篩檢的一個建議 那所以這樣的再下來 可能會再多增加 三四百位的一個 所謂的擴大篩檢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相信說 這些大概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過 因為 第一個就是 部長剛剛有提到的 那我們 第一圈的這些其他的同仁 其他病人 都沒有看到任何人有在帶著病毒 所以沒有再往外接觸 往外擴散的一個疑慮 完全是只有這兩位同仁是有 在帶著病毒的時候 沒有 沒有完整的在隔離病室裡面 那可是他的所謂的密切接觸 或是某種程度的接觸 都是在前面的四百多位裡面 都已經匡列了 所以 大概是目前 專家的建議是就希望 這家醫院就照這樣的一個方向去做執行 從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